目前 成都各大餐饮企业已陆续复工 火锅 中餐 小吃等门店也逐渐恢复了堂食 不少吃货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纷纷呼朋饮伴下管子 但也有部分市民对外出就餐的安全性感到担忧 为了满足食客的需求 让食客吃得放心 成都的一家火锅店推出了隔离火锅 以协调堂食就餐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3月20号 记者来到了位于四川成都五喉区天人路的一家火锅店 一走进火锅店大堂 入眼而来的就是一个个由布连隔开的包间 该火锅店店长周勤告诉记者 火锅店于3月10号恢复堂食 一开始 他们也是严格按照复工指南的要求 采取隔桌隔位的分散就餐方式 但由于恢复堂食后客流量的增加 为了在保证顾客安全的同时增加就餐的舒适度 恢复堂食后 火锅店就在大堂加装了布连 将散桌变为独立包间 按这个连子主要是为了让顾客用餐更加安心 更加放心 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这样的话 隔开的话就相当于 每一桌以一个包间的形式 增加那个大厅的利用率吧 此外 为了减少顾客和服务人员的接触 店内采取扫码点餐的方式 同时 每个餐桌上还设置了定制的无线呼叫器 顾客只需依照呼叫器上的标注操作 轻按呼叫按钮就可以与总台联系 因为它弄了脸部嘛 然后它每次把它关起来之后 就可能会没怎么看到服务员 然后这样的话 它用那个呼叫器 然后这边的话 呼叫器一响 然后我们这边服务部就会收到一个通知 然后知道哪一桌 然后我们就过去给客人服务 黄嘉宾告诉记者 此前 火锅店也提供了外卖服务 为避免送餐过程中的交叉感染风险 火锅和菜品都使用了密封包装 而恢复堂食后 为了保证安全性 提升用餐环境 唐室菜品也采取了密封方式 我们的一个菜品的话 现在都是用一个一次性的一个盒子来装 这样的话 做到一个最伪顺的一个极致嘛 然后加上我们服务员的话 现在他这样做的话也很方便 然后没有用盘子 据了解 店内采用的各项措施 都是以顾客的安全为主 这些创新安全的措施 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就餐 在特殊时期采取的措施 疫情结束后是否会沿用下去 周勤表示 将根据顾客的实际需求而做调整 这个的话是根据后期的话 看顾客的需求嘛 如果客人他喜欢这种风格的话 我们就会一直用下去 到时候根据顾客的需求再定嘛 还有你吗 by bwd6